关闭疫情持续 打包食物回家或再叫外卖 已经成为了新常态 这也导致了一次性的塑料容器使用量激增 在本地可以重复使用容器借用服务 也因此应运而生 并且在这一两年来逐渐的成为新趋势 本地有环保人士更是通过 配对个人需求和企业方案的方式 希望能够促进这种更加环保的消费方式 来看记者张天豪的报道 从事金融业的柯秀兰 平时会到住家附近的餐厅打包食物 他在点餐付钱之后 店员就会拿出店里头的 可重复使用盒子和杯子 让他用手机上的应用程序 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借用容器 食物煮好之后就会放入容器 让柯秀兰带走 他不会把食物保温 起码也是可以保温半个小时 还是烧的 不用说放进那个微波炉 而且最重要是我不用拿 我自己的double wear到处跑 为了推广容器借用的概念 热衷环保的环保人士 翁佳萱和好友杨洁恩 设立了一个零浪费食物 外送平台 平台记录了本地提供容器借用服务的 130家餐饮设施的店名和基本信息 供时刻参考 因为毕竟叫外卖的时候大家都不能自备容器 所以我们就想要餐饮业者可以帮忙大家 允许大家归还他们的那些可重复使用的包装 让餐饮业者洗干净了过后可以再次用回 一家参与计划的餐厅表示 已经成功收服将近三成的顾客 转用容器借用服务 过去一年多来增幅翻北 请不吝点赞 订阅